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 我是张宛如 现时间早晨的7点36分42秒 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早安现场这个时间 我们要跟您来讨论吃一碗面 它的影响性有多大 就不要以为志平在开玩笑 它影响真的很大 可能影响你一辈子 那是一碗什么样神奇的面条 对 今天我们要跟您连线的是 此刻人正在台东 受访者正在台东 他是台东加利利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吴芳芳 执行长您早 早安 两位主持人早安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此刻台风当然正在略过台东 我们想请教一下台东现在风雨怎么样 台东昨天晚上大风大雨 但是我们都平安 现在是还有风雨 可是我们觉得是比之前那个墙台 好多了 其实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关心 上一次墙台造成台东严重的灾情 结果这次又来又是台东首当其冲 真的好辛苦啊 当然是有气象局 我先简单的播报一下 气象局在刚刚7点15分的时候 有一个最新的台风的快报 这个海上路上台风警报 当然都已经发布了 这是墨兰地 这是编号第14号台风 是强烈台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是七级风暴风半径 是220公里 那么十级风暴风半径是80公里 那么七级风 这个以每个小时 是这个20转17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前进 好这个当然这个风速 目前看来是比较大一点 我们有一位认识的原住民歌手 陈永龙也在问说 到底这个台东现在风雨情况如何 也谢谢指引长刚刚来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台东现在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新闻上读到这样的讯息 我看了这 坦白讲我转过头去 宛如还在讲这个新闻告诉我的时候 我转过头去擦眼泪 其实台东有一群吃面 陪吃面的志工 我们经常听到要招募志工 可能要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做一些什么服务 可是这一次的服务 我看到基金会这边是需要人陪一些青少年朋友们吃一碗面 这个构想非常的特别 我想先请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想法好吗 好 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它的起源也是不经意的 就是在差不多2006年的时候 我有一次跟一个少年法庭的法官 就是不期而遇 然后他有点认识我 所以他就跟我要了我的电话 当时还没有加利利基金会 那跟我要了我的电话之后 他真的就是打电话给我 那我完全不记得这个法官的名字跟他的长相了 那对已经很久了 我完全不记得他 他果然就是 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少官里面呢 有很多的少年关护所里面 有一些小孩子 他们因为吸毒或者是贩毒或者是打架等等的 他就他就关到那个少年关护所里面 那通常就是在两三个月之间呢 少年法庭的法官会判他们三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可能到更高的监狱去 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到那个一些教养院 育肉院去住下来离开自己的家 那第三个呢 就是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他说这三条路都非常的就是 我不是那么好 他看到我在台东呢 干脆就是把这些孩子都交给我好了 我一听有点心下一惊 我就说这个难度很高 我又没有一个机构就靠我自己有点困难 可是我被他感动 我就跟他说 那不然的话你把一位最难搞的一个小孩 把他送过来给我 几月几号的时候 我跟他谈谈看 然后看看我自己 第一天看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有多少 我再决定 没想到这法官就是果然就把一个 盘克头的一个少年人 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十五岁 就带来给我了 然后我借了一个场地 我没有在我家 就是借了一个场地 然后就跟他会谈一个小客厅 那他这个孩子一进来就是躺在沙发 然后就是一直敲桌子 告诉我说冷气开大一点 就很不客气 非常不礼貌 之后又跟我讲说 微卤微卤 就是叫我给他酒 对那我就说我们这边没有微卤 他就说你知道吗 他我已经两年没有喝 没有颜色的水了 然后就开始呕吐 就那我就说你在干嘛 为什么你呕吐 你发生什么事 他就抬起头来 很轻蔑的看我 他说 法官骗我 以为是一个那个妖娇V雷的 那个辣妹来陪他 对 结果不是 结果呢竟然是一个LKK 然后看到我就想吐了 我其实有点火大 我想要下主客令 而且我试图就是用 资上的技巧跟他对话 但是都没有办法 他就是每一句话都跟我 跟我杠上 就是讲三四斤 后来我就心里祷告 然后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就上来了 就说 与他吃一碗面 不如 与他会谈 不如陪他吃一碗面 我就灵光一闪 我就写了一个纸条 我唯一知道的一家面店 我就写了 我平常很少出去吃面 那我就写了那个地方 结果呢 我的原则就是 第一个 我出钱请客 每个礼拜我们吃一次面 但是不能超过150块 我150块 他150块 我不要让他予取予求 那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我生日的时候 他要请我吃面 三个原则就是 我们互相等20分钟 如果超过20分钟 就不要等人了 就走了 就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失约过 而且呢 每次都是他等我 但是每一次吃面 都是不欢而散 那我们就 一个面摊 一个面店 换过一个面店 因为他常常给我很难堪 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吃面的过程里面 我们总是想说 要劝劝他 要跟他讲讲什么话 但是他就是 非常不礼貌 常常很不礼貌 或是 叫了一大堆 然后逼了我 必须要付那个钱 必须要 破 要break我的那个原则 那好几次 他叫了一大堆 我不付钱 他就走人 后来老板把他找过来 他就大声的喊说 你们知道吗 你看这个贵妇 她是贵妇 结果这么荡生 这么荡生 连300多块 他都不愿意出 那逼得我就是 没办法下台 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以后每次吃面 扣20块 我现在帮你出 扣完为止 我也非常的 这个坚定 所以我们在 陪伴的原则 很简单 除了刚刚所讲的以外 我们在态度上面 就是你一定要维持 每个礼拜 一定要赴约 跟他吃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 引导不教导 就不是说教 是不是 不是说教 不后念 让他自己思考 对让他自己思考 然后生命影响生命 还有恒定的爱的对象 我呢就不放弃你 我就是恒定的 一直一直有我在 我就是透过吃面来陪你 就这样很简单 这样子连续吃了一年多啊 差不多一年半 还是更多 一年半的时间 差不多一年半 对 执行长 可是我相信 您是有一些想法 每次每个礼拜都去赴约 可是这个青少年 为什么他就这么乖呢 每个礼拜跟你不欢而散 然后大吵到那 都还要 还会去呢 你会不会担心 有一天他不来了 这个失眠的过程 就解散了 其实 当时是他感动我 因为他每次都来 虽然说每一次 我都快要气死了 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你看 他有的时候 把脚靠在那个 林座的那个椅子上 他就是一个喷火龙 那你就很尴尬 你叫他说脚放下来 脚放下来 可是他就越故意 因为他对父母有愤怒 他对他的原生家庭 对他的际遇 有很多的愤怒 所以他对这一个 看起来比较老 然后有点权柄的 好像是长辈的人 他就是想要把他的愤怒 发出去 所以他们会有一段 这样子不稳定的时间 那个时间过了 就会好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 他很 就深深地感动我 他每一次 还是一样会赴约 每一次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一次谢谢 那后来 后来 就是一开始 当然他的态度是如此 这个面 这个陪伴 我们大概进行了 一年半左右 到后来 他的态度 难道没有任何的改变吗 这有一次 因为我要出国 大概一个月 所以我就跟他打电话 那打电话 他从来就是 你讲完了 他就把他挂掉了 而且他有的时候 会骂我说 耍耍去 然后就骂那个三字经 我也压力很大 我每个礼拜 都压力很大 打电话 告诉他说 我们在哪里约会 这样子 他每次都来 那天呢 我等了20分钟 他还是没有来 然后我心里面 就有那个 上帝就 上帝的话就出来了 就说 陪他多走一里路 陪他多走一里路 我就想 好吧 那我就打电话 取消我的那个会议 我继续等 我今天给他等下去 我等一个小时好了 还好我有等 等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小孩就 扛着一辆脚踏车 就冲过来了 他一边跑呢 一边骂三字经 然后一边跟我陈述说 其实早上他就 他就来了 可是他已经搬到那个 搬到台东的一个乡下 离台东市区大概是车程可能要40分钟 那他以为呢 他去那边修理已经学习 修理什么摩托车脚踏车 跟着别人学习 已经比较乖一点了 可是这些事情我通通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不跟我讲 那吃完面就是 就就是骂来骂去 然后就走人 那天他跟我讲说 他去学脚踏车 然后他接到我的电话 他跟老板借了脚踏车 想要骑到这边来吃面 没想到走到一会儿就烙恋了 然后他就拦车 两辆车停下来 看他全身刺青 而且气质很不好 人家就给他举那个宗旨 然后还骂他 他还拿石头丢人家的车 之后呢 他就两辆那个铁牛车 把他载到某个地方 他搭公车 搭公车跑来这里 就是非常非常全身大汗的跑来 后来我就鼓励他 我就说我很谢谢你 他跟我说了一句谢谢老师 终于说了谢谢 终于说其实那时候 是已经九个月了 我就眼泪流下来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话好好 我等好久了这样子 那我就发现 他怎么一边吃面一边哽咽 我就想是不是失恋了 我就问他说 你女朋友呢 你是不是失恋了 失恋就是这个兵家常事 没关系了 我就讲了这些话 然后他还是继续 好像快哭出来 我就跟他说 那不要吃面了 我们去吃刹饼 我们去吃刹饼就好了 我们把脚踏车扛着 等他丢到车行去修理 我再寄给你就好了 走吧走吧 结果我们一边走 他一边扛着他的脚踏车 就一边擦眼泪 就一个小孩 像一个小孩一样 就哭起来了 然后我就带着他就说 那我们就停在一个围墙的旁边 因为比较尴尬一点 就是我们停在围墙旁边 他越哭越大声了 你知道他哭什么吗 他的声音就是喊着说 都没有人等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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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很大声的嚎啕 哭到蹲下去 哭到没有声音 那我也蹲下去 陪他一起哭 然后从那一天 那场好哭之后 我们俩关系就变了 我们俩关系就变了 我可以偶尔教教他 偶尔我也骂他 你现在可以说教了 对不对 对 我可以说教了 因为有关系就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 那个比较心灵层次的对话 然后整理他的内在小孩 那现在这个阿川呢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然后已经有 就是有太太 有小孩 而且他有好好的工作这样子 是 所以这样一个陪伴的过程 好像把一个年轻人 换回来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基金会的宗旨 就是陪他一段迎回一生 所以从这一碗面 我们看到不断的去 有一些冲突 但是最后的这样的改变 于是加利利社会福利基金会 就开始招募吃一碗面志工 可是真的会有人来响应吗 执行长在您宣布 有这样子的招募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好奇怪 或者是说 这什么样的人会过来吃面 有些是被我逼迫的 好 那您的先生是吗 我先生对 是 那还有其他呢 还有一些我们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医师 还有我们这里的教会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陪吃一碗面 尤其是陪监狱这种少官的少年 你必须是要有一些笔运的 生命的笔运 因为他们就是喷火龙 而且非常的不礼貌 那你如果不够 就是生命的笔运不够的话 很容易就是中途就会跟他杠起来 或者是就是这个就破局 所以要找志工很难 而且一般的志工很容易缩教 之前有些学校担任老师 担任很久的一些退休的教师 他们陆续来试着想要做这方面的志工 那最后都破局 因为他们就受不了 就是老师习惯了教导 就用缩教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用这一套方法 有的时候呢 也会怎么讲 也不能讲失败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暂时的就是终止 因为小朋友呢 因为其实不是小朋友 这些孩子呢 他们你陪他 可是他的原生家庭还是错漏的 还是会继续把他拉下去 然后他之前有染上那个毒瘾 那现在好不容易戒了 好他从监狱出来戒了 但是呢可能在路上看到那个药头 药头又把他抓了 又喂毒给他 把他贴一顿 然后喂毒给他 他可能又掉下去了 但是我们不灰心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这一段他跟我生命的这个交汇 一定是有意义的 一定有意义 这一段以后一定会在他 他很幽暗 人生很幽暗的时候 一定是一盏亮光的 是 所以 指引长我想再来请教你 就是说 整个陪伴的这个技巧 其实或是助人的技巧 其实是 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赶快跟他说教 反而是应该是先倾听 对不对 没错 倾听的耳朵价值非凡 是 倾听的耳朵价值非凡 但是这个倾听 你要先能忍受前段时间 一直骂三次经不礼貌这一段 没错 所以呢 倾听的这个人 这个陪伴的人 其实是要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 因为 因为这个小孩子 他们非常的敏锐的 他会知道 你里面是假装的 假的爱心 还是你是真的 他会知道 然后他会知道 你是真的接纳他 还是假的接纳他 因为他一路上 经历很多的坎坷 很多的人情冷暖 他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敏锐的 看起来很凶 然后很酷 其实内在是 非常脆弱的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陪伴的人 如果那个底蕴不够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子会触到 你的情绪按钮 你就跟他一起翻腾 这有的时候 他甚至想要故意激怒你 看你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也生气了 就中了他的计了 你讲得很对 没错 这种十几岁青少年 很多都这样了 所以 其实很难的 对 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你一开始的挑战 就挑战这个最难的 真的是要给你鼓励鼓励 谢谢 真的 所以我真的想 我一直在问我 这两天 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就是说 假定说今天我换成 今天陪他吃面 陪阿川吃面的人 不是自己讲 是夏至平的时候 我有没有那个 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或是我有没有那个耐性啊 去等他九个月 换来他对我的一声谢谢啊 谢谢啊 其实像我 我自己 其实你讲的没错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挣扎 而且我觉得就是 不是我觉得 我真的有一次我就失控 这么漫长的那个陪伴里面 我有一次是失控的 我就气死了 然后我就跟他 因为他骂很难听 他就说你 其实我就穿一个普通的衣服 去到面殿跟他赴约嘛 可能那天 因为我有一个会议 我要穿正式一点 可是也不是怎么多华丽啊 那他看了我一眼以后 他又在众人的面前又呕吐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看到我啊 他的眼球就要掉下去了 有人会那么丑吗 又假装是林志玲 你以为你是林志玲吗 然后就 就很让我非常的那个 觉得他怎么会 很侮辱人耶 对 这么会这么没礼貌 后来我就 我就回他说 你以为你 你你那么聪明吗 你你的这些话 就是要显示 你你的脆弱 其实你 很欣赏我 其实你的眼光是很好的 其实呢 你认为阿姨很漂亮 但是呢 你就是没有那个胆量说出来 你这个小孩子就是很懦弱 哇 执行长 你这将军回去了耶 对 我就给他将回去 然后我 前所未有的痛快 但是我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 我看到他被我击中 因为他真的是懦弱 你讲他的内心了 没错 他被我击中 然后后来我就腐袖而去了 然后我那个礼拜 我非常的难过跟痛悔 那我就传简讯给他 我跟他讲说我对不起 我非常的抱歉 我说出了那样子不好的 就是让你难过的话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其实我就是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就很真实的告诉他 我的软弱 那我没有想到他还是一样 那个礼拜来赴约 那个礼拜他来赴约的时候 他异常的沉默 他没有再这样子骂三只金 然后看见我任何的动作 就是呕吐 然后说出很难听的话 他比较安静一点 可是下一个礼拜呢 他还是一样回到原来的样子 就是这么多年 加利利社会福利基金会 一直在推动 陪吃一碗面志工的活动行动 那在我看到报道说 今年七月 台风也重创了基金会 其实这些少年 他们不是不知道感恩 或者是关心这个基金会 他们还特别再回到基金会 去看看 他们会回来 对我们陪过的这些青少年 其实我们不只是吃一碗面陪伴 我们也用冲浪陪伴 每个月有两次带这些孩子去冲浪 他们会越来越 就在透过冲浪 他们肢体冻绝 充分的发挥 然后呢 他们就是也从那个 陪他们冲浪的男性的身上 内化了好男人的形象 那我们陪伴的孩子 不只是少官出来的青少年 包括许许多多的 就是情绪冲动控制 有些难处的一些小孩子 或是家庭 有些变故的一些孩子 那目前我们因为人力不够 我们大部分赔的是男孩 烹火龙男孩 我们也赔孩子爬树 好的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只能访问 加利利社会福利基金会的 执行长吴芳芳访问到这边 执行长 您的这些 这台语基金会的一些作为 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好的